一部分,可以在课文第一段找到答案,只发明以前,人们把字刻在硅甲,授骨上,但是刻写起来很不容易。 后来,人们把字写在竹简和木简上,再串成书,这种书非常重。 另外,也有人把字写在白筹上,这种书卷起来轻便易带,却有量少价高的弱点。 同学们可以在A部分所写过的生字选择。 甲、骨、犬、若、近、江、风、尊、近。 C部分,第一题,木头上加一点。 答案是数。 木上加少,不浪费,就是节省的省。 其他题目就要同学们动动脑筋了。 除了所提供的词语,同学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词语。 卷曲、卷尺、问卷、省时、省力、繁省、方便、便宜、便装、大量、商量、数量。 非常可口,喜欢吃粽子,太阳能手表。 进步,他努力学习,佩戴,他的制作过程,取得好成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我想发明最快的跑步鞋,以便能在比赛中拿冠军。 我的这双鞋不仅能在陆地上跑,而且当我跳进水里时,它还能变成蛙鞋,让我自由地游来游去。 我的这双鞋永远都不会坏,这样爸爸妈妈就可以在鞋子的花费上省下一大笔钱。